如果你的牛排解冻完了之后 有大量的血水出来的时候 这个牛排其实就有点浪费了 它算是没有解冻好的 怎么来解冻一块牛排用来煎呢 从冷冻室里把它移到冷藏室里 让它慢慢慢慢的缓化和解冻 我们真正在煎牛排的头10分钟的时间 才把它拿出来 那如果你把一块牛排从冷冻室里面 直接拿到我们的常温的条件下 一定会解冻成刚刚的样子 你说能不能吃呢 它也能吃 它也没有坏 但是呢对于一块好牛排来讲呢 就是有一点点浪费了 牛排是一定不要洗的 那我们在煎之前呢要做一个处理 就是把这个牛排放在你的厨房的纸巾上面 压一下 把牛排上面的这个少量的血水 把它给吸干就可以了 接着我们一会儿就可以用它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室